香港一年一度的文武庙秋季典礼今天举行 那不少市民呢也都是慕名前去观礼 庆祝秋秋之余也希望能够祈福消灾 这座位于香港上皇古老的庙宇 就是超过160年历史的文武庙 一早上就有大批的信众排队等候入场 参加一年一度的秋季典礼 市民烧着香 念念有词得跪在地上祈祷着 还有市民准备了大量的祭品 主办方表示中国以农立国 自古以来每逢秋季丰收之时 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来庆祝收成 及筹谢神恩 很多家庭呢 其实同这些少女儿子来呢 有时呢都祈求自己学业进步 家庭幸福的 那另外呢当然大家知道了 关帝呢是我们中国人呢 是很信奉他的忠义人勇 所以呢也都是很多香港市民啊 甚至是也都很多比如纪律部队啊 或者是甚至国外的游客啊朋友呢 都很喜欢来的 文武庙是香港的法定古迹 而秋季也在今年的六月份 成为特区政府首份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项目之一 亚太地卫视记者陈诗颖 江金明 莫汉贤香港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杨茜茜